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2月11日 星期六 這節John Connor想跟大家說這個香港 港共 現在開始要對抗這個躺平主義 因為 這種主義已經殺到香港 本來提出的 就是國內的網上的討論 本來就是網民提出的 中國大陸 中共也沒有辦法應對現在這個躺平主義的浪潮 我今節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文章 裏面 說怎樣對這個躺平主義 以及習得性無力感 這個習得性無力感 很明顯 不知是我們的主觀願望還是甚麼原因 就好像在蹲著習近平 所以 就要拿這篇文章來講 因為中共面對著中國大陸內地人 年青人的躺平主義 實際上 習也充滿著無力感 到底是不是習得性無力感呢 就是另一件事 待會我們詳細解釋甚麼是習得性無力感 所以這一節也借借這個文章標題 做了我們本節的標題內容 去講解這件事 我們在繼續詳細講解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然後就是 痛擊五毛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星期二得道 以及星期二日報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支持本台廣播 請大家繼續幫我們欣賞廣告 繼續幫我們點擊廣告 繼續用無限loop大法 打開節目清單 幫我們播放 說起這個 侵權 我們本台才是經常受到侵權 侵害的一個媒體 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現了多次 我們是整個台的節目 被人懸風不動地 把整個星帶照Copy 然後照用我們的圖片 甚至乎想到我們的 頻道那裏 把我們的封面 和Logo 全部剪掉 然後去開另一條頻道 拿來播放 這個就真是真真正正 就是侵權了 另外就是以我們所理解 新聞報導的內容 除非你真的是 隻字不漏 把整篇 拿過去 又或者你把他變成截圖 拿走 如果不是 以我們所理解 有很多東西 其實是不存在版權的 如果你說版權 我們又是受害者 因為 不是偷我們星帶 將我們所說的內容 原封不動 將我們的評論 分析和論點 原封不動地照抄 的台 是大有台在的 所以 從另一方面說 我們也更加 被抄襲的受害者 這個就要說清楚了 所以 這節就要跟大家說這篇文章 《躺平主義和習得性無力感》 我喜歡這個 習得性 無力感 什麼來的呢 這篇文章 真的是在說香港的 年青人的問題 因為教育局 港共 最新公佈了 就說要在這個 教育方面做改革 因為楊潤雄的人渣 出來說現在香港 尼曼主一種 躺平主義的歪風 每次 香港官員出來說歪風的時候 通常那件事都做對了 對上一次 應該聽到歪風的兩個字 就是楊振權法官 在這個 衝擊公民廣場 在2014年的案件 說社會尼曼主一股歪風 事實證明 就是 這個政權說你是歪風的事 基本上你也是 做得對的 楊潤雄出來說要整頓這股歪風 現在有整風運動 現在有 是不是會好像延安整風 是不是會用斧頭去整風 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延安整風 的情況 可以上網 看看到底斧頭是怎麼用的 《躺平主義》文章說簡單來說就是一群年輕人就是用 低慾網來維持 生活 奉行 不消費 不求升職加薪 不買樓 不買車 不談戀愛 不結婚 不生小朋友 他們就持續學習 安於工作 只是做到 基本要求 基本上就不會努力向上 更加就是 不會成為 別人賺錢的工具 這個我也同意 所以其實呢 正確一點來說 躺平 躺平的字眼就是 短一點 所以會容易傳播 實際上就是 其實就是一種 積極的不合作運動 既然你想我成為你 社會上 受你控制的整個社會 的一顆螺絲 或者是一顆齒輪 那麼 現在 和你充分不合作 文章指出 躺平其實就是青少年 給這個 成人 即是給這個社會的 求助訊息 社會出現 躺平主義就是因為一群年輕人 就是向這個社會發出求助的訊號 文章作者就說要應對躺平主義 不能夠 單靠培養勤力 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勤力就是一種美德 這個我們也同意的 我們做自己 本台 的節目 新聞和分析 還有 爭取光復香港的事件上 我們就覺得自己很勤力 但是我們也 絕對不會 就是會成為 其他人的 賺錢工具 如果你叫我們去薄老命 天天去 搞上市 買殼賣殼 做股票 這樣的勤力 坦白說 我寧願躺平 最簡單的原因就是因為我不會在這些事項上勤力 這些事 跟我的目標沒有關係 跟人生也沒有關係 這些是你們的利益 雖然我當中可能可以分到少少 微博的酬怒 但是為了 這樣的酬怒 你要我們出賣自己的價值觀 去幫你心甘情願 去做一個 卑微的 螺絲和齒輪 不好意思 只會向你說不 這段是我說的 不是文章說的 文章說的是年輕人選擇躺平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眼前 正正面對著一個絕望的 警方 坦白說我覺得這篇文章的作者 是用一個很隱性的角度 去說現在那個社會的絕望警方 當然這是我的主觀解讀 我也不希望作者受到牽連 但是他現在就是在說這件事 現在不是躺平的原因 因為現在說任何訴求都不行 訴求兩個字都被拘捕 怎麼會不是一個絕望的情況 社會又不公平 每一樣東西物價上升 不說政治就算 每一樣東西 你也是 在他們面前製造著一道高牆 然後你叫人家不准躺平 那即是怎樣 繼續做你的奴隸 你也浪費氣了 年輕人所以追求的 長期努力付出 回報不成正比 然後自然 感到疲倦 這件事也要跟另一些 好食懶非要分開 現在說的那些躺平 大部分那些 提倡躺平的人 全部是在上班 我們現在不是在說容許攤大手掌 真的甚麼都不做 一句 就問人拿錢 那些 其實不是 說那種躺平的 躺平的人是說他們有上班有工作 不過我不求升職 我不打算買樓 作者就說這個心理學上就是習得性無力感 我真的很喜歡這句 不過他英文的 就叫做 Learn得 Helplessless 用一些港式的英文讀出來 怕你聽不到ED兩個字 以後這個節目每逢講英文都會講一些港式的英文 讓大家親切一點 真的聽得外國人講英文多 或者英文 口語比較好的人就會知道 其實英文的發音 跟中文廣東話很不相似 我們每一個字的廣東話都是響音 所以我們讀的英文的時候 讀來讀去也不會像是外國人 因為 外國人的英文 其實說的字 就是要輕輕帶過 簡單來說 英文的發音 跟廣東話的發音的方式 其實可以說得上是相反的 所以 很多香港人說了幾十年英文都說得不好 又或者他們其實不是說得不好 而是他們也懶得 特意去改變自己的口音 去迎合 簡單來說 沒必要假裝外國人 他們聽得懂就行了 所以我們也是會說回港式的英文 因為方便一點 例如這些 Learn得 Helplessless 那你就聽到那幾個發音 這裏不差太遠了 繼續說這個習得性無力感 我真的越說越喜歡這個字眼 因為 這個字眼 就是在說現在習近平的情況 還不是性無力感 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 真的打飛機也打不到 不是開玩笑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就是 人在無法控制某些事情的時候 就會出現消極的行為 其實真的好像在說習近平 當年輕人為前途 不斷努力 卻遭遇無數挫敗 感到 就是 沮喪 就會對前景失去盼望 繼而產生了 無能為力的感覺 這種感覺 用中共的外交來講 就是相當之貼切 我們稍後也會嘗試 結露 就是中共的外交 經歷無數的挫折 感到極度沮喪 對於 外交的前景 失去了盼望 繼而產生 無能為力的感受 他們就感受到因為不能夠逃離 重複出現 的焦慮不安 他們就選擇放棄 這是一種不良的心理狀態 所以 為什麼會有大量的戰狼湧現呢 為什麼會有大量的 明目張膽 外國勾結 還有這個逃犯叛徒 就是因為這種 不良的心態 因為他們經歷的是無數的挫折 無數的沮喪 事實上他們在國內的政治也是一樣 不僅是外交面對著無數的挫敗 以及沮喪 實際上 對著中國內地 十幾億的韭菜也是一樣 因為現在大家在奉行的 是積極的不合作運動 就是躺平了 看你能怎樣割 割韭菜 就是要那些韭菜 生得又高又大才讓你割 我現在又不生 這個是韭菜 韭菜界的一個無力的反撲 但是也是 最堅韌的反撲 因為你 利益就是來自割韭菜 韭菜不成長 你就沒得割了 當然 文章就分享了 他認識的一位隱蔽青年 簡單說說 他躲在家裏三年 因為他 在學校受到 同學欺凌 所以不想上學 他躲在家裏打機 上網 也不想出外接觸 成為了隱蔽青年 有一次機會跟這個 青年接觸 他很喜歡 去冒險樂園 喜歡玩 盡望王 喜歡玩玩玩一下 Jones 這樣子 就是分享 相片給他媽媽 但相片也是夾朋友 機 constraint s 每次用50元 就能够夾到一個150元的動漫手板公仔 後來他就發現自己在這方面很有才能 所以當他發現自己的才能 忽然之間 對人生 對所有東西有一個動力 最後作者就是這樣總結 我覺得挺有意思 在今時今日的香港 感寫已經是很大膽了 我們需要再次走進年輕人的內心 幫助他們 研點 心裡追求夢想那一團火 讓他們再次為追尋夢想 而得到生活工作 讀書的動力 我們不但要給年輕人有機會 而且要讓他們有成功的經歷 夢想 是要闊大的 並不拘離於 傳統上視為成功的指標 我們要啟發年輕人 成功不限於社會地位 或者財富 達成夢想也是成功的表現 這個 就是總結了我們所說的那種價值觀 簡單來說 現在 很多香港人 現在追求那個夢想 是香港的民主自由 不是上位要做大老闆 要做專業人士 要買樓 好啊 這篇文章就是用一個很隱悔的方式 把這個 控訴寫了出來 這節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如果要有機會 有機會 我們去給你 好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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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